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哈密瓜酿造酒第二集 也就是哈密瓜的酵素发酵 本片提供隐藏字幕 天然发酵纯酿造 酿造日2022年5月26日 本频道全部哈密瓜酿造处的记录 依以下酿造事成 逐步分享自本频道 提供喜欢的朋友订阅收看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第二集哈密瓜的第一次脂变酵素释放 酿酒知识天然发酵 指的是不使用商业酵母 以天然酵母长时间 天然发酵纯酿造 经怨氧发酵 酵母菌吸收糖类 最终产生乙醇加二氧化碳加能量 制成的食品 欢迎观赏 如果您喜欢请支持爱酿造处频道 请按赞订阅分享 哈密瓜酿造酒 一 详细参考一下 酿造作业开始 哈密瓜的营养 哈密瓜富含钙 铁 甲等金属元素 所以哈密瓜属于碱性水果 哈密瓜糖度10% 加糖 这款使用白砂糖 加糖量91克 这款使用白砂糖 加糖量91克 第一集 哈密瓜酿造醋的酿造前制作业 本篇 爱酿造醋13之一介绍完毕 第二集预告 第二集 哈密瓜的第一次质变教素释放 哈密瓜教素发酵 第二集 第二集 哈密瓜的第一次质变 酵素释放 也就是哈密瓜的酵素发酵 第三天 已经有发酵的迹象 也有酵素释放 第五天 酒帽上浮 果肉与果汁液明显分离 发酵很明显 发酵很明显 毕竟 酵素释放 最后 才能够倒す 含糖 并下辨楼 并下辨标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酵素很豐富 是一款不错的发酵饮品 第八天 第八天 第九天 发酵很旺盛 第十天 酵素释放中 阿密瓜的酵素释放一直都是很不错的 从酵造到现在 第十一天 阿密瓜的酵素丰富度有点意外 第十一天 第十天 发酵很好 气孔很大 酵素还是很丰富 第十五天 发酵转弱 但是酵素释放依然丰富 发酵接近尾声 酵素释放 酵素释放 结束 第二集 预告 第三集 哈密瓜的第二次植变 酒精发酵 也就是哈密瓜的酿造酒牢 在爱酿造处十三之三 为各位介绍 谢谢观赏 如果你喜欢 请支持爱酿造处频道 请按赞 订阅分享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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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